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立法院黨團的協商 那麼這一次的協商 我們有幾個協商的議題 特別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今天要協商的第一個議題 是我們第一會期 緣會的相關事宜 因為我們這一次5月31號 行政院新上任的院長 要帶所有的閣院到立法院 來做施政方針及報告的總質詢 所以5月31號之後 大概所有的院會都會進行總質詢 基本上我們請議事處稍微抓了一些時間目標 等一下才請議事處向大家說明一下 第二個案是要請教各黨團 我們本來是星期五星期二是一次會 所以6月3號星期五 那7號是星期二 這兩個是一次會 但是再過來那個星期五 剛好是6月10號 剛好是端午節 端午節剛好是休假 那這樣子這一個禮拜五 就是10號這個禮拜五 就沒有辦法來進行這個報告事項 所以既然這個樣子 我們就把禮拜二14號跟7號跟3號 把它列為一次宴會 列為一次宴會 就是三天一次宴會 那把所有通過的法案都可以在這三天之內 看能不能做一個整理 那第三個要討論的議題 就是 第三個要討論的總質詢 那個是在第二案 對 那個是13、7、14都總質詢 都宴會 三天都總質詢 那這邊總質詢 那就趕快結束他 就是一次會 那這樣是省掉那個報告事項的時間給總質詢 我們就可以時間又比較縮短 那第三個案是 為世界衛生組織計畫邀請卡 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第69屆 世界衛生大會 一式建勤扁願發表共同聲明 這是我們時代力量提出的 今天要討論的第一案 那民進黨黨團希望說 這聲明還是大家協商一下 照慣例 那發表的話 因為我們進入議場再討論 那恐怕就會比較 沒有那麼精密的來討論內部的內容 那麼針對到WHA參加這個大會 過去每一個黨團都會派一個人代表參加 那我們這一次同樣外交部已經保留四個名額 要給四個黨團 所以每一個黨團 拜託大家要推派一名 陪同衛生福利部的部長跟外交部前往 這個世界衛生大會參加這個大會 那立法院大概都是用督導的名稱過去 所以這個代表人選 我們希望在下禮拜二之前 因為要訂會機票 所以務必 那所有的準備工作都準備好 就是要訂會機票 所以下個禮拜二之前 匯政到我們的議事處這邊來 讓這個秘書長就會跟外交部來聯繫 大概我們這幾個案要處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 協商的第一案 就是扁會期延會的相關事宜 要不要請議事處先說明一下 議事處報告 我們這個會期的延會 因為第一個是政黨人數 所以會5月31日開始 新任的行政院長會到我們院裡面 來做市政方針報告並被諮詢 那所以時間上勢必要延會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我們現在有兩個參考的案例 2000年的時候 我們那一次原來協商是要到8月4號 但是實際上後來因為實際上有縮短 所以最後是到7月28號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是225位委員 那2008年的時候 我們是到7月18號 7月18號 那這一次我們是看這樣的期程上來看 如果我們從5月31號開始質詢 那預計是10天會到7月5號 預計的時間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可能原例大概在7月19號 禮拜二 原會到7月19號 那當然這個時間點要看各黨團的意見 以上報告 好來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針對這個案就好 我們的這個會期的延會到什麼時候針對這個案 好來民進黨 除了總質詢到7月5號之外 可能要考量我們這個會期的法案 要這個總質詢結束之後要幾次會才有辦法把這個會期的法案 把它結束掉 是這個做這個考量 所以這個也要請議事處 就目前的狀況 跟估計大概要幾次會議才能夠結束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來 我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 現在要開始算 這會請哪些東西一定要處理 來 一定要處理 國安醫師一算 那國安醫師到現在都還沒開始協商 那提案是大概也都還沒提完 提完嘛 NCC的同意權行使 那還有 行速有7月1號的壓力 行速通往7月1號的壓力 還行緩修正 那很多 還有很多法案 所以 基本上 我是覺得今天先把這個問題先提出來 大家注意交換一下疫情 所以今天要不要決定哪一天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想尊重大家 民主委沒有來 好 那你先刷明一下再拍手 好嗎 好 好 來 我報告一下 因為當然現在法案 因為後面520之後 那各委員會新任的部會首長進來 那新的行政院 他們也許也會送一些案子進來 那所以現在就法案來看 現在是沒有辦法預估的 但是 我們為什麼會抓7月19號 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預估是到7月5號 那後面會有8號 12號 15號 19號 4次 那我們依照過去的情況來看 如果有必要 我們在後面的時間會加開院會 如果有議案的時候 我們後面會加開 比如說18號就有可能加開 甚至15號之前14號也有 就是說看議案的需要 那當然另外一個因素是 實際上到後來有些議案 如果是議案量很多 那當然可以再著延 往後的時間 所以我剛剛報告就說 這個時間點是大家可以來 參考的以上 這個5號總質詢結束 如果有放棄總質詢 那我們的院會又可以增加 大概一次半 那這樣子大概有 有1 2 3 4 7天的時間 可以省所有的法案 那以現在我們省法案的進度來看 大概我們半天所有的法案就沒有 到現在沒有案可排來給我們送 我們是沒辦法選的 不是我們議會說沒辦法選 委員會的案大概都送過來 那我們都全部把它處理完俊 所以到最後 委員會的時間 如果委員會的案子多 也可以把它移轉 委員會的時間變成院會也可以 所以19號這個時間點 已經把這一些都設想在內 如果放棄 放棄總質詢 那宴會又可以多出3天的時間 我們就有7天內 7天可以通過多少法案 以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進度 夠了 是非常夠 現在真的無案可省 無案可省 所以我們排那麼多時間 前途大家沒事情做 還要拔去議會 但是他爭議會黑 我們就留到最後再來處理 好 爭議 好 來 因為事實上有一些法案 還緊如密鼓的在委員會當中進行 那有一些委員會事實上在審法案的時候 他們是很認真的 我相信那些法案陸陸續續都會出來 對 像內政委員會 它裡面有重要的 不管是集有法 還是公投法的法案 那現在有一些院會之所以沒有法案可以審 是因為被拉到黨團協商嗎 那如果說那個期間可以縮短的話 事實上就可以交到院會裡面 來進行實質的審議 像我們有關於總統職務交接條例 對啊 我現在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時間到了就自然啦 就是要等這一個月的時間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大家黨團都有共識說 我們在院會裡面 積極審法案是重要的事情的話 那又何必拘泥於這一個月的時間 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話 就直接把他拉到院會裡面來就好了 大概所有協商 交互協商的案子到7月19號 7月初大概都滿了一個月了 都滿了 所以7月份的案子 而且我們現在委員會一開始 絕對會排施政報告 業務報告 就是每一個委員會的部長 大概這一兩個禮拜都會到 來做業務報告 那審法案的時間在委員會 就又會減少 所以所以院會 我們開這麼多時間來開院會 那到最後 幾天真的沒有案可省 一樣是休 一樣開始 提早 但是我們過去大概都六月初就休費了 過去不是沒有像正前遺傳的事 五月底是法定 然後六月中 那現在殖民有一點 然後落潮也想法案也不多了 真的 我比較正義 跟陸續出來的事就不對 那 那這個時間是 看起來是夠了 不夠我們也可以再協商再加開 不夠再加開 可以再加開 都可以加開 都可以加開 好 來 國民黨來 我想原則上因為現在距離七月中還有一段時間 對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超過兩個月的時間 對 所以 我們是不是要在現在就去訂說 延會延到哪一天 我覺得 可以初步討論 但是 可能也不見得今天就一定要把這個 定下來 因為 這中間的變化會是怎麼樣 坦白講兩個月蠻長的 對 好 那 這個 不管延會怎麼樣 其實 過往來講 只要是重大民生法案 如果真的需要審 那那個去延 或者去加開 我想大家也不會反對 對 我覺得只要是現在還有一段時間 好 好來 洪君 那個院長還有各位 定還是一定要定 因為這是原則嘛 對 有狀況的時候那時候才是 才是再帶來大家再來協商 再來那個 還是我是覺得還是原則 還是要定這樣 定了給我講 剛才就很清楚 定了 對 好來 好來 來 來 郭先生 我想折衷一下意見 就是說 當然大家可能會希望說 對於今天夏天的工作 能夠有早一點的安排 對 那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上 是不是也不要急著今天訂 給大家一個禮拜的時間 回去去盤點 在委員會當中 有哪些法案可能可以預期 那出委員會以後到院會裡面來積極的做審議 那我相信說如果出委員會以後 中間這些都沒有時程上面的耽擱 然後都到院會裡面來積極的審議 我們事實上預估 大概在七月的時候要面臨的法案量 我覺得並不會少 那當然你如果拖過了 這個會期以後到下個會期 到下個會期主要是在審預算 是不是還有足夠的時間來審這個法案 恐怕也要通盤的來加以考慮 來我講一下好嗎 好來 我想大家的意見 我可以講的 這個沒什麼什麼很大的 有那個政治公好計算在裡面 都不對啦 一個比較是一個 那以前 像這個時候是到 上次劉道全事物是到 7月18吧 都差不多附近啦 法案數量 坦白講 這個現在是有史以來最少的時候啦 以前一期之下都一兩百案 有的最少 那當然 未來會出現一些比較爭議的 當然大家來好協商啦 那今天吼 頭部公安一級 因為贏得不好 我們就尊重一下 我們黨邊也沒有來 下次再討論也無所謂啦 那差不多可以想得出來了啦 原則上就把這個狀況 跟各黨團做報告嘛 那初步的規劃是 7月19號啦 那下一次協商 我們再做最後的確認 那各黨團回去 也想一下大概未來 有多少案子會到院會來 因為從5月31號開始 施政總質詢 不只是施政總質詢 在委員會開始 都會請 部會首長來做業務報告 所以根本沒有時間審法案 現在的法案的量是很少 所以到時候我們再 搞不好會往前提也不一定 如果 如果有人放棄 一半 一半的人放棄 那你就 我們就多5次的 這個院會時間了 就10天了 這也是也有可能 所以我 我看我們下一次再來決定 但 原則上是7月19號啦 好不好 這個沒有寫上結論 下一次再做結論 好 那麼 好 第一點就這樣子啦 就是 原則上定 7月19號 這個修費 但 四下禮拜 再討論一次 有共識之後 再 完成協商程序 好 那我們 討論開會四項的第二項 那個 6月 6月 本來是7 6月7日 星期二 然後再過來 6月5 6月10號 是星期五 要開始一個新的 宴會 我們是兩天一次會 但是這一天 是端午節放假 所以 再過來 就 變成是 6月 14 6月14 那 6月14 這三天都是 在 在進行總質詢 所以 如果我們把 14 7 跟 跟 跟3 就3 7 14 變成一次會 那 比較會讓我們的委員 不必再來簽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都是總質詢 委員來簽到 也沒有試做 所以把它 如果 如果我們的 學上變成一次會 那 這三天 就是進行總質詢 那就省掉報告事項 進行總質詢 總質詢 總質詢也會比較 提早結束 應該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是總質詢也沒有佔用任何的時間 好 如果這個可以的話 那我們這個就 這個就 好 我們就這樣子 就是 我連 決定四項就可以了 6月14日 星期二 以3日 星期五 及7日 星期二 市委 市委 一次願會 怎麼會從14號開始 6月14 他是這樣寫 他是應該寫 3號 7號 14號 你看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順序是這樣 因為本來3號跟7號 就是一次願會 對 然後我們把6月14號 掛在這一次願會 就是一起 所以我們的寫法是這樣子 好 好 好 3號7號是一次會 6月14日是掛上來的 然後6月3日 星期五 上午90 至10時 進行國事論壇 6月14日 星期二 下午1時50分 至2030分 處理臨時提案 就這個樣子 我想這個比較沒有問題 那就給他們簽了 那 第三點 第三個提案要討論 就是 世界衛生組織 發請邀請函 邀請台灣以觀察員 身份出席 第69屆世界衛生大會 一事 那 建請北院 發表共同聲明 那現在 這個聲明稿 有幾個黨團 有誰這個聲明稿 有 民進黨 民進黨黨團 因為實在立黨黨團 有寫聲明稿 那 民進黨黨團 希望 這個聲明稿 如果能夠經過協商 比較順利 能夠對外來發表 那 兩邊都寫的新聞稿 這個國民黨這邊有沒有 新聞稿 傑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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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共同聲明 是不是 對 共同聲明 那個玉敏也要講一下 好 來 我想有關於 參與WHA這件事情 出席 我想各黨都有共識 但是至於 今年為什麼有這樣的轉折 我想大家都知道原因 所以各黨呢 事實上也都有各自的 屬於自己的政治上面的立場 那 之前包括 未來的新政府 跟舊政府 事實上 也都已經發函到WHA 我想同時 兩封信函也各自表述了 各自的立場 所以呢 國民黨團認為 在這件事情上 其實是各黨團 好好的去發揮自己的立場 就可以了 看起來要有共識 在這方面 應該是 會相對的辛苦 那國民黨團這邊 有屬於我們自己的立場 跟聲明 那包括 由蔣敏黃部長發函 給WHA的部分 的內容 其實也都已經發函過去了 所以 國民黨團建議 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 覺得 不需要發共同聲明 由各黨團 各自聲明 其實就可以了 謝謝 那個 李委員 你 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 待會再搞吧 好 來 好 來 你吃飽 謝謝 謝謝 那個 因為我們有看到 民黨的版本 其實基本上 跟我們版本差距並不大 只是一些文字上的修正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民黨的支持 那我們是覺得 我們是覺得在這個事情上面 立法院還是必須要有態度 我們之前 針對肯亞案 也有個聲明 那針對這個 沖之鳥 椒 也有聲明 那我覺得 WHA這個事情 其實蠻嚴重的 那我覺得 立法院應該 有個聲明 因為我們的代表團 就要去了 那立法院應該有個聲明 作為他的後盾 那我覺得 我們跟民黨的這個文字差距不大之外 其實重要都是在強調 對一個中國原則 這裡面也沒有提到九二共識 也沒有提到一中各表 所以我們一直認為說 各黨團應該支持 共識成分應該是蠻高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還是在立法院裡面 有個共同聲明出來 作為未來 我們代表團 到瑞士以後 參加WHA的一個後盾 來 民進黨團這邊表達 我們國會 對於這種 事關台灣主權的爭議 這種外交事件 應該是要一致對外 之前就像永明剛剛講的 幾次事件 無論是哪一個政黨提出來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聲明 作為外交部 作為執政者的這個後盾 那所以 我是在這個地方 懇請國民黨黨團 要考量說 這個 關於中華民國 他的 這個 國際的這個外交問題 他的能見度 以及他的這個主權正義 應該立法院要有態度 我們還是一致的來 擬出一個共同聲明 這樣子的話 對於我們 在 WHA參加的時候 無論是要去表達意見 或是要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說 每個黨團會派一個人參與 然後還是說 在黨外要 在場外要宣達的時候 那個立場都會比較一致 我覺得 這個 外交事情 基本上 大家目標一致 是應該是比較好 對於我們 中華民國 是會比較 會比較有利 以上建議 給請國民黨 黨團參考 好 要不要 就是說可以 文字如果大家覺得有不妥可以修正 那能不能有一個 共同的聲明 不管再 好 來 其實剛剛國民黨團的表達非常清楚 這件事情其實跟其他事件的本子 稍微有點不同 就是 麻政府執政八年 過去的出席跟參與 其實也都沒有問題 WHA也不會有來喊在前面再去附上所謂一中原則 另外一點 國民黨團說明就是說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其實我們已經表達態度 這個是可以解套的 如果對方講一中原則 我們其實講的是一中各表 而這個講的是中華民國 過去 馬政府執政八年 就是一旬這樣的原則 也沒有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而且也是馬政府 把我們參與WHA 從一個旁聽 2009年開始變成是一個觀察員 所以這件事情的處理的本質 跟過去幾個共同聲明的抗議 事實上本質是有所出入的 所以我剛剛也再一次表達過了 事實上 蔣秉皇部長回函給WHA的信函內容 他是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去回應 中國大陸的一中原則 那我們只是要請教各黨團 如果大家在這個立場 看法上面旗艦這麼大 如何發表共同聲明 因為我們想出來的方式就是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是可以解的 是可以回去給WHA告訴他 我們過去向來八年都是這樣的立場 也沒有任何的波蘭 即使他現在講出一中原則 我們回應他就是說一中各表 那在這件事情上 大家也可以發表一下看法說 會有共識嗎 大概很難 如果大家願意簽國民黨的版本 那我們也很歡迎 我再表達一下 王委員你固然有你的高見 但是你的講話裡面 就邏輯上面是有一些小問題要跟你提醒 當下今天5月13號 還是馬政府 那你一直講說過去八年 正是在馬政府執政的第八年耶 所以你要講就是過去七年 那既然也還沒有換政府 現在執政者的態度 照你的講法也沒有改變 那為什麼這次WHA 要給我們中華美國穿小鞋 這理由是在哪裡 照你的講法都沒改變啊 馬政府也在台上啊 也是 還是你們所謂的一中各表 假設你們所謂的一中各表是 真的有效的話 那這次WHA給我們中華美國穿小鞋的理由 有在哪裡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爭議喔 大家應該要一次對外 因為今天5月13號還是馬政府執政耶 不要一直講說過去你們八年怎麼樣 啊今年怎麼樣 今年是我誰改變的嗎 執政者還在台上啊 還要一個禮拜才交接耶 其實剛剛齁 我想國民黨也一直強調說 他們也沒辦法接受一中原則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現在他們的意見是支持由行政院來以一中原則 一中各表的部分 各表的部分來做一個回函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我們是立法院 那是行政院的回函 不代表立法院的態度 我們立法院在今天如果沒有我們的態度與主張 那請問國民黨目前還是把自己當成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嗎 所以我認為這是兩碼之事 而且行政院的態度歸行政院的態度 立法院一定要有我們自己的態度 我們過去以往的主張 從整個聯合國大會的2758決議文裡面 我們很清楚他所強調的是代表權的問題 跟一中原則毫無相關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立法院沒有做出任何的聲明 我相信那是愧對我們自己台灣人民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行政院歸行政院 立法院歸立法院我們一定要在此時此刻 在5月23號即將新政府要赴參加WHA的同時 我們一定要在今天發出聲明稿 這才能代表我們的態度 我想這個 我還是希望各位同事就是回到 其實這不是立場的問題 而應該是說我們怎麼樣 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在講這件事情 那去年的選舉 如果大家有看各不管國內外媒體 其實對於過去八年來馬政府的這個施政裡面 其實跟中國的關係一直是大家討論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也就是說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到底在最後的這個選舉 是不是人民所認同的 我想大部分的輿論也有一個結論 那我不是要要求國民黨應該改變自己的想法 國民黨當然可以有自己的這個核心思想 但是人民的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我想要強調的是說 其實國民黨應該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選舉已經結束 但是是不是可以請國際上面的人 包括中國在內他去認同 就是即便人民他不一定認同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但是國民黨還是認同的 但是請大家尊重台灣還是有他的民意 他最後選出來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請國際上面尊重台灣的民意 這樣子的結果 那台灣的民意是沒辦法接受跟中國這樣子的關係 那即便是這樣子回來講 其實這一篇裡面 不管是時代力量或是民進黨版本 都沒有說反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其實這個上面的立場跟目前的陸委會 最近他對於這個東西的反駁 他認為這個說法其實是跟過去八年來 國民黨的政府的立場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上面其實並沒有去講說支持台獨 或是說也沒有說去支持什麼 他其實就是說他反對一中原則 因為中國說的一中原則跟馬英九說的一中原則 其實也不一樣 所以雖然總統府說他們是善意 但是陸委會事實上不是這樣講的 那所以這個上面應該對國民黨來講 沒有那麼難接受才對 因為我在上面來看起來這個字 字眼上面的用字並沒有 所以是不是說我也是希望說 最後還是有一個立法院國會的立場 謝謝 我這邊再請這個國民黨的同仁看一下 我們的那個民進黨版本的這個 我們這個提案 我們的版本裡面是講說 我們對於我國 對於到6HA對我國邀請函 加注聯合大會第2758號決議 及世界衛生大會第25.1號決議 認為這兩項決議很符合一個中國原則 我們是對於這一件事情表達 違反過去邀請慣例 矮化台灣國際地位跟主權 是針對這件事情 當然以民進黨的立場 我們是絕對不接受九二共識的 我們認為九二沒有共識 那但是今天這個決議文裡面 沒有談到這一個東西 純粹就是這一次WHA 他的邀請函裡面 來矮化台灣這個事情 來做一個聲明 做為政府的後盾 所以這裡面沒有去提到 各黨對於這件事情的立場 只是我想各黨派對於WHA 這一次這樣的舉動 應該都是不同意的 所以如果在這一點上面 來做這個決議 應該是 但是我是覺得應該大家來考慮 要不要接受 謝謝 好來 還有誰 我大概就呼應一下 我秉睿委員的說法 這個對象不是針對中國 是針對WHA的邀請函 那針對他邀請函的內容 跟過去的慣例 然後還有裡面所談的一中原則 我想他裡面所定義的一中原則 台灣內部應該沒有哪個黨派可以接受 就算有支持一中的 大家也不能接受 他裡面所謂一中原則這樣的內涵 所以我們 其實史太利安尼這個文的時候 也是極力想要尋求一個共識 就是說我們台灣內部有一致的立場 那我們之前 針對沖之鳥交的決議文 哇 那語氣之強烈 就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立法院其實對於這個 台灣漁民的權益 甚至日本對主權的主張 我們都有非常強硬的立場 那我覺得針對WHA的邀請函 這個事實在不需要 忽然又變軟 再次強調 這是針對WHA的邀請函 這個 國民黨朋友不要擔心 這不是針對中府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 有共識會比較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拉協商 那這個外面的解讀就會 差距很大 所以我們基本上還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希望立法院 在523 這個代表團出發之前 我們立法院有個態度 我們行政權有兩封信 這代表政權交接的時候 這個新舊政府可能有不同的態度 可是我覺得立法院 已經新的會情展開 新的 這一屆已經選出來 我們應該有一致的態度 尤其針對WHA這個邀請函的事情 我們時代力量反對這個一中原則 是基於我們認為國家要正常化 所以其實不管 我們不必要去強調說 我們的原因是什麼 反對這個一中原則 但是我們發現三個政黨 可能包括親民黨 都是反對他們講的那種一中原則 那至於後面的原因 我們沒有 我們應該不需要任何一個政黨 去硬塞到國會的裡面 但是反對他們講的這一中原則 應該是沒有任何歧見才對 所以應該這個 我不知道它的困難點在哪 謝謝 院長 我想今天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 浪費太多時間在這邊討論 為什麼沒有辦法去參加 事實上我覺得 國民黨當然有我們的立場跟聲明 只是說 這個也不像剛剛許委員特別提到 還需要協商 就是一個共同聲明港 大家既然有各自不同的一個立場跟聲明的話 那就各自我們去做發表就好了 不需要在這邊要自爭俱主地去討論 因為完全沒有在一個基本的共識之下 我覺得是很難達到一個共識 馬來 我想剛剛回顧啊 剛剛整個討論的內容 我沒有聽到所謂大家心知肚明 為什麼沒有去參加 大家沒有在討論為什麼 大家在討論的重點是 我們的國會 針對這樣的情況 到底要不要有一個一致的聲明跟立場 實在力量的主張是 那我相信民進黨的朋友 主張也是是 在我們的 國家的代表團出去以前 國會有一個清楚的立場 支持我們的代表團 讓他們在世界衛生大會的時候 能夠帶著國會的支持 去那邊表達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子的政治框架 以及台灣人民 必須要納入整個 世界衛生健康防疫系統 我覺得這樣子的立場 從國會來加以表達 沒有什麼不妥 那如果說 中國國民黨黨團 認為有什麼不妥的話 那對於現在 不管是民進黨所提出來 針對時代力量的修正版 還是時代力量本來原來的版本 就到底有什麼樣指教的高見 那也可以指出來 那現在我們可能討論問題的層次是說 當我們的行政部門出去的時候 國會適不適當發表這樣一個聲明 對我們行政團隊出去 的一個強而有力的後盾 那如果大家都肯認這樣的立場的話 那對於現在的聲明 到底有什麼字句 是寫的不對的 好 來 我先先談這個 今天大家要 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反對一中原則 人家國275把它想一想 1971年 1125號 那個不是一中原則 那是排有納匪 是代表前的問題 即便 世衛大會的25.1 都是代表前的問題 也不是一中原則 我們不要自己承認這個是一中原則 所以我們反對這個一中原則 絕對要反對一中原則 那過去國民黨 你已經現在執政 你過去幾年也沒有在發表什麼 九二共識什麼東西去參加 今天我們一致來對外 就是說在一中原則這個立場上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徹底的立場 來 還有沒有要發言 四方 來 四方 四方委員 院長 那個到昨天為止 其實民進黨內還是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我們覺得說 能不能擱置各黨團的爭議 讓我們的這個世衛代表團可以成行 為什麼說可以成行 到那邊去 能不能進得去 能不能坐在原來的位置上 其實都還是未定數 那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 對外的一個立法院的聲明的話 當成他們的後盾 我們到第一線去打仗的外交部 或者是衛福部的人 其實是很辛苦 他們會變成莫中一事 會變成莫中一事 那所以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已經把各個黨團會考慮到的部分 都把它刪 所謂的爭議的部分都把它刪除在外 純粹針對這一次這個WHA的總幹事 那個陳馮富貞 他在劈頭上面 就把這個2758號跟25.1的這個部分 寫上去的一個回應 那其他下面的大致上都相同 也就是有意義的參與 然後不接受矮化這些條件 那因為我們在立法院的外交國防委會 討論的時候 我們外交部的次長 他也表達不能接受這樣矮化的意見 所以事實上我們是立法院呢 坦白講辦一個黑臉 讓我們第一線的人呢可以去打仗 所以我希望說 各黨團包括我們國民黨黨團呢 能夠考慮這樣的狀況 讓這一仗先打完 平安的回來比較重要 謝謝 好來 好來 其成 我想這個 支持 其實 這個我們代表團參加WHA 這個也不是今天才說的事情 過去以來 我們的代表團 過去七年來都一直在參加 那我記得第一年參加的時候 我們的代表團在那邊接受到了抗議 是我們自己也在那邊抗議我們的代表團 所以我們用中華台北是出賣台灣 那現在我們要換一個邏輯 就是來講這一個共同支持的問題 我會覺得說 好像當初在做這件事情的人他們是不對的 在國內甚至被不同黨派的人所譴責 你去看那葉金川那個畫面 我們看的其實很難過 那基本上 今天我們在討論的是說 你說共同聲明與否 我是覺得 任何一個執政黨行政部門 它當然對外政策一定是行政部門決定的 是一致 立法部門 它跟行政部門不一樣 立法部門它就是因為有多元的不同意見 所以不見得每個事情都能夠整合成一個共同的立場 或許這當中可能有一些是共同的 比如說我們都共同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社會 但是背後的支持邏輯可能不一樣 我想每一個委員每一個政黨 他所代表的背後的這些政治上面的想法 不見得都一樣 所以不是說不能去整合 而是說這整合過程當中的困難度 到底多高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是 今天我們在這裡要討論一個共同聲明的話 我覺得它的難度 可能就是相對於我們自己各自表達 我們支持的立場 我想那也是一種支持 如果在沒有辦法整合的情況底下 各自黨團 各自政黨 都去表達他們用他們的理由 來支持台灣參與 WHA 繼續參與 國際社會 我覺得也是一種方式 過去是錯的 過去其實對於過去的執政者 可能產生一些 那我覺得我們這次是一個很好改正的機會 我是認為說 因為這次的對象是非常的單純 就是針對WHA的邀請函 然後我們的代表團也要出去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協商內容裡面也盡量尋求共識 那其實各自黨之間 我的感覺針對聲明的內容 是不是真的有差異 其實也沒有 至於背後的所謂政治邏輯 我覺得 我們當然還是會持續有不同的立場 可是當代表團出去的時候 大家如果有一個共同的支持 尤其在聲明上面來討論 我覺得會更好 我覺得衝刺鳥交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各黨團 對這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為了支持台灣的漁民 我們是不會去計算說 我們各自的立場是什麼 而是來談說 有怎樣一個立法院的聲明 對我們台灣漁民的權益 是有個最好的訴求 那也提供我們行政部門 一個強而有力的後盾 去跟日本談判 我再次強調 這次不是針對中國 所以不用那麼害怕 第二個 這是針對WHA的邀請函的內容 那當我們代表團 要去WHA開會的時候 我覺得 我們對我們漁民 我們要支持 我對我們的代表團 也是一定要支持的 我的意思是說 聲明內容真的有這麼大的差異嗎 至於背後 大家各自的政治立場 其實不應該是在這個時候 作為最重要的考量 謝謝 好來 宏君 終於有一天輪到你 反正大家都講的都有各方的看法 其實如果要用這個的話 就回溯當初我們提的南海決議文 當初我們提的南海決議文 那時候其實我們也是強調 主權是我們國家中華民國的 可是那個決議文到現在也擺了非常久 也沒連在簽啊 這個 所以我也不知道 現在大家針對WHA WHA其實用地球順的概念 那這是一個防疫喔 那這防疫裡面喔 其實是無國界的喔 當初的SARS喔 我們台灣也是疫區喔 那如果台灣世界各方面 用各方面的理由 各方面來排除我們的話 那當我們是個疫區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世界各國對台灣的看法又是怎麼樣 所以在政治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在防疫的這方面的話 我們也應該是用這種角度喔 來呼籲世界各國的人 來認同這種防疫的這樣子的一個行為喔 應該是用這種角度上來的話 或許大家會都沒有意見喔 那如果要站到這個主權上的議題的話 我覺得那如果要討論這個 先把南海決議文拿出來討論看看 我們當初提的南海決議文 好像沒有一個黨籤耶 好不好 好 謝謝 我想討論這麼久喔 今天有一個問題而已啦 其實我跟大家談一談 我們今天共同反對一中原則 這個立場上大家同意的話 你也問怎麼寫都可以啊 現在就是這樣而已啊 那沒有困難 這個可以把這個聲明文的內容看一下 哪一些文具覺得不妥 也可以把它做一些修正啦 院長 我想在這裡喔 我剛剛還是我最後的聲明啦 因為我們從頭至尾這七年來 都是用中華台北來參與 那到底過去用中華台北是錯還是對 如果過去國民黨參加的都是錯 那今天民進黨你用中華台北 你是不是也是錯 那如果你今天確定要用中華台北來參加 那過去國民黨這七年來所參加的 你們所污衊國民黨呢 我覺得也應該要對外做個說明啊 不能說國民黨所參與的都是錯 那現在新政府參與都是對 這個我覺得對很多的這個 轉到旁邊去 你來轉這台 這些這七年來參加WHA 你們是說葉金川 你剛剛提到的成年就是 八七年前八年前葉金川在場外 有一部分人跟他抗議 那一部分人不是今天在座的這些人啊 那一些人也不是代表全部的人啊 那你這些你過去的事情你還在談 然後現在又把它扭曲到 我們以前反對參加WHA 在座這些人這些年來沒有人反對參加WHA 所以不要轉這一台啦 不是啦就是說這些東西 院長院長我覺得再談下去喔 其實這個這樣談到十點 台灣兩天兩夜也沒有結論 對不起 這邀請函以27588 用國民黨來討論嘛 那就按照國民黨 我們國民黨來頒份啊 我們國民黨來頒份啊 大家如果說 柯總長說什麼版本都沒關係 照國民黨的版本的話 我們同意啊 你到底要共同反對一張原則喔 你沒有版本怎麼討論 要先反對共同反對一張原則嘛 這過去沒有這樣協法嘛 我們那時在力量有版本嘛 那你們把你們的版本拿出來大家來討論啊 可以啦 那個這樣好 如果國民黨這邊有版本的話 真的也可以 互相比較一下也OK 其實國民黨黨中央在幾天前就有發啦 那基本上我們會以這個版本為主 那如果今天我不曉得有沒有時間討論啦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而且剛剛永明兄也提到說 523以前嘛 今天是5月13日 523是會議 520出團 應該是520出團嘛 代表團出去嘛 所以 所以 所以當然 柯總要提到這個變數吧 所以 這中間 其實 就是說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 今天 或者現階段 我們對於聲明的內容 沒辦法有共識 也不代表說 接下來幾天 不會有啦 因為環境都在變啦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還是可以談啦 不是 我意思說 未來幾天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我不知道 那個狀況 可能再來談也是一個方式啦 那今天如果要 應談出一個共識 當然 國民黨的立場是 我們之前就發了一個 黨中央的 對外對這件事的一個聲明 那我們會以這個聲明 作為我們的基礎 如果要拿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聲明 來跟民進黨還有實在力量的 來做整合 那裡面的一些 重要 我們所 論述的東西 我們當然希望 可以以我們的為基準 那這樣子 大家能不能接受 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那當然才有辦法 繼續來整合 對啊 好 我們接受九二共識 你們不接受啊 那你們有辦法 來 廷輝 院長 現在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要講的是說 國民黨到底 同不同意 知不支持 到底聯合國大會 在2758 決議委 把它付諸在上面 而且用一中原則的方式 就是這麼簡單 那麼國民黨為什麼 一直要把它 這個扭曲到其他的方向 那到目前為止 國民黨說他有 他們的意見跟聲明 那就趕快把它提出來 然後一直說 不提出來 然後說我們 是不是能夠同意 他們的聲明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今天我們要確認的是說 到底國民黨 對於聯合國 二七五八決議文 及世界衛生大會 第二十一號的決議 這個部分 他把我們用這兩個部分 框架在一中原則的當中 到底國民黨是同意嗎 你一直說 我們用一中個表 再把它回覆 那你要強調說 你同意嗎 如果你是同意的 那你當然今天 不敢去做這個聲明 那你如果不同意的 那當然今天做聲明 就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就是 一分為二的東西 我覺得為什麼要去扯那麼遠呢 院長 我覺得過去 我們有七次的機會 可以正式成為 WHA的觀察員身份參加 是在九二共識底下的原則 所以對於我們的版本來說 或者對於之前 我們在黨中央 所發出來的那一篇相關的 一些資訊來說 其實那個就是我們的 基本準則 那今天大家 其實今天要討論到政治 這麼高度的東西 我相信討論兩天 也不會有結論 所以 國民黨黨團的意思 再講他就傷感情 我們的版本就是 我們是 所以國民黨黨團的意思 就是 這一次針對這個案的 這個協商 現在 你的版本可以拿出來 整合嗎 那個跟院長報告 我想我們剛剛其實 各位是不會接受嗎 不要給他 可以拿出來整個 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在表達 就是說 過去國民黨為什麼 連續七年 可以這麼順利的參加 而且是從 旁聽變成觀察員 他有一個關鍵的轉折 就是我們跟對岸 達成了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而且取得這樣的 國際空間 那今天新政府 他要忽視這樣的事實 或者是他要 否定掉這樣的事實 也沒有關係 這是新政府的立場 我們絕對尊重 但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 我們的立場非常的清楚 是因為有了這樣子的 一中各表的共識之後 默契之後 我們才取得這樣的 國際空間 所以在這個立場上面 從黨中央的聲明 從蔣部長給WHA的回函 我們立院黨團 跟黨中央跟行政 目前我們執政團隊的立場 通通都是一致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這就是我們國民黨的立場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 為什麼會說明說 希望是各自表述 因為如果在這個立場上 各黨團其實是沒有共識的 以下真的很難 不曉得那個內容 應該要怎麼寫 所以交由各黨團 各自表述 我們覺得這樣可能是一個 這個時間也差不多了 就是說各自表述 我最後再表達一次意見 你們不要做這個共識 就不要做這個共識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們協商是有錄影的 這個將來都會轉播 錄音的 將來都會知道內容 你在這個地方還歪樓 歪到去說 你們跟中國之間 有一中各表的共識 把這個你跟中國 一中各表的共識拿出來啊 完全沒有這個東西嘛 我們台灣根本就沒有機會各表 他現在是跟你講說 你是一個中國原則 我們是要反對這個一個中國原則 那你還要講說 你跟他有一中各表的共識 你把一中各表的共識拿出來啊 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王委員還有徐委員講的部分 我想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的對象是WHA不是中國 WHA今天在中國再聯合國有代表權的狀況之下 他跟陳馮富貞在談過去七八年當中 有很多我們的一屆聯盟的朋友都知道 在他們內文裡面 是把台灣寫個台灣 然後come of China 或者是台灣是province of China 這個部分呢 我們沒有把它寫出來當成是抗議的對象 是因為我們覺得要縮小打擊面 也就是指針對WHA 為什麼屈從中國的這樣子一個表述 讓我們矮化台灣的主權所提出的抗議跟聲明 那我們的Chinese Taipei的代表權 其實因為他是一個觀察員的身份 不涉及到聯合國的所謂主權國家 所以呢在過去八年當中 民進黨跟台聯黨團有一點不太一樣的表述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把它縮小到最小的打擊面 只針對WHA在這次的發的信函當中 所提的一個抗議跟聲明 我還是強調一下 我們能不能成行都還不知道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辦法當成我們外交跟衛福部 還有我們一屆聯盟的朋友的一個最大後盾的話 我不曉得他們到瑞士那邊去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要支持有意義的參與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有讓步 所以我想用這個部分呢 跟我們國民黨團的朋友來講一下 謝謝 院長我最後再講10秒就好 其實立法院是一個民意機關 各自政黨都有各自的政治的立場 這個基礎很清楚 那我想我們在這邊再繼續再就意識形態 或各自政黨的政治論述下再去辯論 我覺得意義並不大 所以大家再講下去就傷感情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是一個政黨的協商 我倒覺得也沒有必要弄得這麼不高興 所以我覺得各自發各自的聲明 來 沒有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提議啊 因為各黨可能 我們聲明跟民進黨基本上是相互一致啦 那在民進黨團支持的情況之下 實在力量也願意 以民進黨所提的修正文字 做最後的決議文字 那現在中國國民黨顯然自己有自己的聲明版本嘛 那我在想說 剛剛不是討論說我們院會的時間蠻多的嗎 那我們就看要不要今天還是下個禮拜二 我們就排個時間 也讓中國國民黨把他們的聲明給你出來 那各黨團推派代表 針對這件事情 好好的把它講清楚 那我們就依照程序來處理 那要不然的話到時候今天這個事情 我不知道誰要杯葛 又把它拉到黨團協商裡面去 又冷凍一個月 那五五二三通通都過啦 我們都希望我們能夠成團能夠成型 不要節外神職這樣最好 才是我們一屆的後盾啦 來 還有緊張一點嗎 我想最後一次詢問啦 就是說 國民黨是不是真的 因為剛才江啟程委員也講說 你要省度這幾天的形勢的變化 就是說 是不是你們還是需要時間來形成自己的版本 然後希望拿來討論 還是你們就是希望接下來的院會裡面 你們就是要去 你們要不要把這個方向確定一下 如果你們是需要時間 省度目前情況的變化 來提出你們版本 那我覺得我們是可以討論說 就是國民黨是不是 你們的比較明確立場是什麼 好 我講這個討論這麼久 那 我今天還在這裡強調只有一個而已 我們反正一通原則 那今天 沒有結論的話 程序上怎麼處理 國民黨你要拿下來協商 你自己去處理 不然就通過時代一樣結義 就這樣嘛 你只要拿下來 要再來協商 沒關係 還要來協商 沒關係 你把你 記者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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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說 沒有結論 好 我們看國民黨怎麼處理就好了 那個自政 好來 最後一個 還有院長 還有各位同仁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原則 其實內涵都不太一樣 在國際社會也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篇決議事實上 主要針對這個邀請涵裡面 提到那兩個決議文裡面 所引申出來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那個對象是非常清楚的 不是把無限上綱大到什麼 一般的講一個中國 或者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我覺得如果只針對那個邀請涵 本身那一段話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定的表態 那這個表態來講 應該是沒有黨派的差異 即便我相信國民黨 也針對2758的那個內容 是不是有涉及一中 那能不能框架 台灣還是表示不同看法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縮小那個 所謂抗議也好 或反對的一個焦點 也就是邀請來這樣會比較單純一點 如果要協商的話 好 現在已經9點04分 那個 我看現在我想了解一下 國民黨黨團你們的想法 因為剛才江偉有講 時間 隨著時間局勢是會改變 那是不是在一個 因為大概5月20號晚上才會出去 是不是下個禮拜 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們把你們的版本也整合一下 還是說你們就 就是有立場 不學商認 這個是不一樣的 可以 但是我們有版本 那大家針對自己的版本 再互相溝通一下 那下禮拜的宴會也可以發表 還是說 這個個人有各自的立場 所以這個學商有共識的版本 我們不要就各自去發表自己的聲明 到底你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這樣比較好做事 我想現在就已經各自都有自己的聲明 我剛才講了 國民黨之前就發了 如果今天我們說要把版本給你也有 但是基本上就是我們黨中央之前就發過的 所以你們的意思是 以後也不必再談這個議題 那我意思說 這段過程當然你時局會有一些變化 如果那個變化的程度 是院長你也覺得說可以再召集大家 再來談看看 用力願得也共同聲明 那也不是不行 院長你可以著急 那著急再來談 所以你的意思 因為環境是變化 所以 江偉你的意思是 或許一個禮拜之後 局勢有一些變化 如果屆時需要共同聲明再來 各自討論 已經發了 所以今天這個聲明我們就 就不算協商啦 成功 是這樣子嗎 要 要 好 好 那 沒有辦法協商 我們這個算是協商破壞 好 協商破壞 那 好 沒有不是 你還有 沒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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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二 下禮拜二 之前你們要送 要去 就是去世衛的名單 要記得 好 好 好